提到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延伸到第6跟第9 所以其实第6类里面串列,所以这个List的串列运作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像什么,这个自串的运作 像我们刚刚有用到一个Split的这个函数 其实也是跟自串有关的 第9类是跟那个档案有关的 第9类其实很多地方就是要你读取外部的档案 所以其实如果你刚刚讲的东西你可以理解,而且会的话 第9类应该就很简单的 它会提供给你一些档案,要你把它读进来,然后做后续处理 所以其实基本上,刚刚讲的部分已经算是相对比较进阶了 当然如果你希望把这个1到9类全部都熟悉的话 我是觉得倒也是比较会完整一些些 不然的话如果你只有学1到5类 感觉好像学得有点粗浅 而且将来要拿来应用的话,恐怕还是感觉少了一些东西 包含什么?包含像刚刚那个串列部分 还有像自串档案的部分 这些其实工作上很常会用到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我们刚刚做完的结果 请各位还是多多把它做练习 刚刚重点 不外乌就是把档案读进来 所以你可以用绝对路径 你可以用相对路径,那后面的话用R 那将来如果说你要把结果给写出去的话 那其实改成W就可以了 W其实就是存档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利用那个 Python帮你存档的话 比如说你想说 老师我希望可以把刚刚这些东西 除了print到这边之外 可不可以帮我把这些东西 存成一个档案 那档案的话就是什么eng 比如说底线rpreport 就是把这些的结果 帮我存成一个报表档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会不会很困难呢 如果说假设在Python里面要存档 怎么做 所以有一个input output不是说只有看到要存档的话 那这里的话顺便再跟各位讲一下 这里的话只需要把什么 把刚刚这个R模式 改成所谓的W模式就好了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如果你要写的话 把read这个方法名称 改成write就可以了 那write它会跟你要 你要写什么东西 写到哪边去 的这个讯息 所以如果假如说我们顺便 补充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让这个最后的结果 不是只是显示在画面喔 而是说帮我存档 存在哪里存在根目录好了 那其实只要做一件事 第一个呢 这些东西 那当然你需要把这些 这个字串 怎么样 把它串起来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s 也许 也许啦 就s或者是其他名称 的 这个 这个档名 然后呢 或者是 把它串 串起来之外 或者说其他方法 那第二个的话呢 把它写出去 所以 这些 这些 东西的话 怎么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当然我们前面讲过啦 你可以 加一个变数 那第二个的话呢 也许我们可以 假设你要把 资料写出去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记得喔 一样用什么 用f物件 等于什么呢 一样用open 那 只是差别在哪里 最大差别是这个地方 后面这个参数改成w w是写 写到哪里 你跟他讲说 我要产生一个新的 有点像另存新档 比如说我档名叫什么 叫eng 的report好了 缩写是rpt好了 report ok 然后 这个就是我的档名 ok write出去喔 好 所以呢 这一行意思就是说 存档的名称叫这个 记得后面还有副档名 点tst 好 存这个档名喔 那存在哪里 存在跟这个文件一样 的 目录里面 意思就是存在旁边 当然未来如果你不存在 它旁边的话 你可以 在前面再设一个绝对路径 比如说D叠 C叠 等等 其他地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模式改成W 写出去了 OK 那这个时候 当然已经写个档 不过里面是空的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 放资料 放什么资料 放 共有几个学生 有没有 然后 最高 这个 总成绩 平均多少分 这些讯息 要把它塞到 write 所以喔 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 已经产生一个 f5件 那后面的话 记得 我们就不是用read 而且前面不用接 因为我要写出去 所以f 点什么呢 点write就可以 这边有个write 那write 后面会跟你讲说 有个s啦 不过这个s 是要写什么东西 那当然你也可以先把这些 串在一起 如果你不串在一起 有个方法 你就直接把这个 复制到这里 然后后面记得要换行 换行的话就反斜线N OK 有没有 然后 还有什么呢 就是 换行之后 后面再加上什么 加上 这一串东西 format 所以 我们干脆这样好了 就是把 这个 这个 这个先拿掉 我干脆 把这个 这个格式 拿到这边来 复制过来 然后前面还有共有 共有 几个学生嘛 那我就把这个 这个东西 把它复制放到前面 这边的话就用大瓜糊表示 这边我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变数 有一个资料 然后就放 这个 总共几位学生 然后换行 反斜线N 那本班乘期 几分 有没有 这个 然后后面的话呢 最高分 最高分的话呢 一样嘛 就是把它再换行 这个比较长一点点 干脆这边换行一下好了 然后 把它这边再加一个 就是 换行 然后 可是这个字串好像没办法这样换行 你除非是其他串接 所以我把它写到后面好了 然后在 后面再换行 反斜线N 然后最高分 最高分 几分 最高分 几分 就一个大瓜糊 然后再 再来就换行 反斜线N 然后最低分 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复杂 其实可以把它串 串成一个什么 一个字串在这边输出也可以啦 只是方法 然后这边的话 再一个大瓜糊 好 那也就是说这边的话 我们总共有 几个大瓜糊呢 一个 这个是 这个 然后 总共几分嘛 就是 我们Total 然后跟FV区 所以我们就分别后面再加上 点Format 其实拿这个来复制好了 然后放在这后面 那就分别怎么样 再加上 刚刚的 第一个参数 是这一个 把这个拿过来 这个 豆点 然后在最高分最低分 这分别再把 这一个 max 这个把它加到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豆点 最低分的话 最低分的话 把他改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大功告成的 OK 好像刮糊多 刮糊 format 这样应该OK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就把 刚刚的这些讯息 全部 写出 存档成一个report OK 然后write出去嘛 再利用f.write OK 把它write 当然比较保险起见 最好是后面再把它 因为你已经存好档 记得 请你把 这个物件关闭 就点close 把它close掉 OK 好 就把它关掉了 这样的话 就完成了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把它执行 理论上如果没有错误的话 OK 那它就是 应该会在哪里呢 在根目底下 会看到有一个档案 档案名称的话 就是这一个 然后 档案名称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在根目底下 有没有 我们用按照修改日期排序好了 有一个 然后呢 他这边的话就写出去 写到这个档 所以理论上应该可以看到 这些讯息 通通帮我存在这里 看一下 所以 写出去的结果 有没有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共有8位学生 有没有 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刚刚有用FORMATE 共有 几位学生 换行 这边换行 没错 反斜线N 然后这边反斜线N 然后最高分 几分 最低分几分 这边其实后面都有换行 所以 也请各位试试看 把刚刚 就是那个 这个 档案的 读取 然后产生结果之后 并且 存档起来 存成一个报表的一个 TST文字档 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来把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发帅